民进党之内的纷扰还是持续蔡赖相争 现在除了台面上的交锋 私底下也正在悄悄布局规划 像是总统蔡英文已经筹设的竞选办公室 选战的基地落脚在以党中央旁的小英之友会总办公室 虽然还没有正式开张 但是她常年信任的前党秘书长洪耀福 现在是负责操刀组织战 蔡正英也成立所谓的初选阶段的媒体群组 还请到台北市议员阮昭雄来担任发言人 那个初选开了新的框 现在是不是要全力冲刺了 开了新的框 备战初选蔡总统前一天成立初选阶段 新的LINE媒体群组 要跟总统府公开行程有所区隔 选战布局悄悄启动 该跑的行程不能松懈 随着科技的进步 自然将成为国力的象征跟经济的指标之一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枪 而有力的治安团队 出席国际安全科技应用博览会开幕典礼 总统说要打造强而有力的治安团队 自己的团队也逐渐成型 找来台北市议员阮昭雄担任发言人 负责跟媒体联系 最后这些阶段有一些新闻的回应 那有一个专属的专责发言人来做一些应对的话 会来得比较妥当一点 2011年蔡英文选总统时 阮昭雄就是发言人 两人交情深厚 而选战基地就落酒在党中央旁的 小英之友会总会办公室 由蔡总统常年现任的操盘手 前党秘书长洪耀福操刀 负责选战规划 其实我们很科技化 我们都用这个赖群组来联络 对 其实现在联络很方便 不一定要用实体的办公室来做联系 组织战的方式 各地小英之友会进行英系直销式动员 大选作战规模再打党内初选 面对对手赖清德一点都不敢轻敌 记者小米先生台北报导